这条题目就是这样 盒A里面有4个红色波和2个黑色波 盒B里面有1个红色波和3个黑色波 现在我就在这两个盒里面随便选一个 然后在某个盒里面随意抽两个波 我就问了 抽到两个黑色波的机会是多少呢? 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先写一下 A是4R加2B 4个红色波加2个黑色波 盒B是1个红色波加3个黑色波 斜体的就是Boss A和B的名字 这些R和B正佳的没有斜体的就是 RedB和BlackB 现在我要计算的可能性是 就是要选择Boss A 然后在Boss A里面抽到两个黑色波 加上Boss B 然后在Boss B里面抽到两个黑色波 所以在A和B里面 我要选择Boss A的机会率是多少呢? 例如我选择Boss A的机会率就是2分1 两个选择1 所以有个2分1在这里 有个2分1在这里 我抽到Boss A之后 我要选择2个黑色波 就是6C2 6C2 6C2 抽2分1 分子是什么呢? 就是2C2 因为只有2个黑色波 所以要抽2分1 到后面 为何抽到Boss B 就是2分1 2分1 选择1分1 到Boss B里面又如何? 我需要在4个球里抽2分1 所以4C2分2 分子是3C2 因为3个黑色波 只抽2分2 所以用计数机一按 就出到17 over 60 通常同学错的 是因为没留意到这句 if a block is randomly chosen 这里也是要算抽到B 就是抽到A还是B 所以要选择2分1